如意让三宝把令贵妃关起来 等候皇上的发落 令贵妃不服气 口口声声叫嚣着 自己是皇上钦锋的贵妃 如意也毫不示弱 反复声明自己是皇上钦锋的皇后 就在这时 晋宝来向如意禀报 皇上在寿星殿睡了半日 现在又回到船上 而且水玲珑和他的六个姐妹 也都在船上 陪着皇上寻欢作乐 晋宝看着实在不像样 只好来向如意回报 如意得知 晋忠在船上释风 也知道 水玲珑出身烟花 这都是令贵妃一手促成的 如意气得怒不可遏 当场要绞杀令贵妃 吓得令贵妃六神无主 可还是苦苦狡辩 拒无认罪 晋宝提议 如今要紧的是皇上 不如先去劝谏皇上 先行关押燕满 如意怒气冲冲 来到龙船之上 看到众多女子 正陪伴在皇上身边 如意命荣佩 带她们下去 龙船上 只留皇上与如意二人 皇上自称 自己大半生都在宫中度过 让他们到附近的尼安 从此为皇上祈福 荣佩见水玲珑身上 闻有龙纹 强行将她的衣服脱掉 命人把他们带走 晋宗正想悄悄离开 可此时 荣佩传皇后娘娘的口语 称晋宗欲行不轨 立即处死 晋宗大力挣脱之时 燕完赶来 命众人停手 留下了晋宗的性命 先将她关押起来 龙船之上 皇上询问如意 对自己冷淡 与灵云彻是否有关 如意称 自己这一生 心中只有皇上一人 可如今 却发现皇上 已经不是从前的红利 如意感受不到 一丝一毫的信任 这一切都源于 皇上之间的疑心 尽管如意解释了无数遍 也证实了 与灵云彻之间的清白 可皇上就是耿耿于怀 如意当场拖技 拿起一旁的刀 剪断自己的头发 如意拿起自己头发 对皇上说 二人曾经结发为夫妻 如今自己断发为妻 献给曾经的亲衣